昆仑山,这座被誉为万山之祖的神秘山脉,常年驻守着精锐的部队,为什么这里需要如此严密的军事保护?1983年,一件至今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在这里发生,成为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,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件,能让驻守部队和知情者心有余悸是自然界的未知力量,还是人类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? 在《中国浩如烟海》的典籍中,《山海经》无疑是最神秘,最富想象力的一部,这部仙情古籍,以其独特的视角,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奇珍异受。 神仙妖魔的世界,在这个世界里,昆仑山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,《山海经》中这样描述昆仑山,西海之南,流沙之滨,赤水之后,黑水之前,这个地理位置虽然模糊不清,却为昆仑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 书中还提到昆仑山高达万刃,方圆八百里,山中盛产玉石,这样的描述,无疑激发了无数人的想象力,在这座神奇的山上居住着传说中的西王母。 她是一位神秘莫测的女仙,据说长着虎牙,蓬发戴圣,是白鸟之长。 西王母的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。 从最初的半仁半寿的形象,逐渐变成了一位端庄优雅的女神,她统领着昆仑山上的仙女,掌管着不死药和长生不老的秘密。 除了西王母,昆仑山上还有许多神仙居住,其中最著名的要属原始天尊,她是道教三清之首,在昆仑山开设道场,传授修行之法。 这些神话传说,使得昆仑山成为了古人心目中的仙境,一个充满神秘力量和无限可能的地方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昆仑山的传说不断丰富和演变,她成为了文人默克笔下的灵感源泉,也是修道者心中的圣地。 人们相信,只要能登上昆仑山,就能获得长生不老的秘密,甚至成仙得道。 这种信念驱使着无数人前往昆仑山,寻找那个传说中的仙境,时光飞逝,我们的故事来到了汉代。 这个时期,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,汉武帝登场了。 汉武帝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统治者,也是一个痴迷长生之术的求道者。 他派遣方式入海求仙,修建建章宫以通天庭,这些举动都显示出他对神仙世界的向往,在汉武帝的统治时期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事,张谦出使西域。 这次出使,原本是为了寻找大肉汁,希望与之结盟,共同对抗匈奴。 然而,这次旅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和政治层面,他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的大门,张谦历经千辛万苦,终于回到了长安。 他带回来的不仅有西域的奇珍异宝,还有大量的地理信息。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,就是关于黄河源头的消息,张谦向汉武帝报告,黄河的源头在于田之南的山脉中,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。 他翻阅古籍,对照张谦带回的地理信息,最终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,于田之南的山脉就是传说中的昆仑山。 这个发现意义重大,他不仅为昆仑山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,也为后人探索昆仑山提供了方向。 从此,昆仑山不再只是神话传说中的仙山,而是一个可以实地考察的地方,汉武帝的这个决定。 可以说,是将神话与现实联系起来的一次尝试,它体现了汉代人试图理解和解释古代传说的努力,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神仙世界的向往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昆仑山逐渐从神话传说中走出,成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地理位置。 然而,这并没有减少它的神秘感,反而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,增添了更多的未解之谜。 昆仑山脉绵延数千公里,横跨青海、新疆、西藏三省区,它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山脉,也是亚洲重要的分水岭,这里地势高峻,气候恶劣。 常年被冰雪覆盖,正是这种极端的自然环境,为昆仑山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 在昆仑山脉中,有一个地方特别引人注目,那就是死亡谷。 这个地方位于昆仑山腹地,常年被浓雾笼罩,气候变幻莫测。 据说,进入这个地方的人,很少有能活着出来的,关于死亡谷的传说众说纷纭。 有人说,这里有强烈的磁场,会干扰人体的正常运转。 有人说,这里存在着某种未知的生物。 还有人认为,这里可能是外星人的基地,无论哪种说法,都为昆仑山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 除了死亡谷,昆仑山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。 比如,有人声称在这里看到过不明飞行物,有人说在山中发现了古老的地下建筑,还有人声称遇到了传说中的雪人。 这些传闻虽然缺乏科学依据,却吸引了无数探险者和研究者的目光,正是因为这些神秘现象的存在。 国家决定在昆仑山地区常年驻军,这既是为了保护昆仑山的自然资源,也是为了防止一些冒险者贸然进入危险地带。 同时,驻军的存在也为科学考察提供了便利和保障。 1983年,一件离奇的事件在昆仑山地区发生了,它让昆仑山的神秘色彩再次被推到了公众视野的前沿。 这年夏天,青海省阿拉尔牧场的一群马匹不知何故闯入了昆仑山的死亡谷。 对于牧民来说,马匹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工具,更是他们的好伙伴。 因此,当发现马群失踪后,几位勇敢的牧民决定冒险进入死亡谷寻找。 然而,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 几天后,失踪的马群竟然自己回来了,但进入死亡谷寻马的牧民却全都失踪了。 当地居民和警察立即组织了搜救行动,但结果令人震惊,搜救队在死亡谷中发现了这些牧民的遗体。 奇怪的是,他们的身体完好无损,看不出任何外伤的痕迹。 然而,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极度恐惧的表情,仿佛在临死前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 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,人们开始猜测,这些牧民到底在死亡谷中遇到了什么,是某种未知的生物。 还是某种超自然现象,为什么他们会在没有任何外伤的情况下死亡? 事件很快引起了官方的关注,一个由科学家、地质学家和医学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被派往昆仑山,希望能揭开死亡谷的秘密。 然而,调查过程中又发生了令人不安的事件,在七月的一天,死亡谷突然刮起了强烈的暴风雪,伴随着雷鸣电闪,一位调查人员目睹了这奇怪的天气现象后,竟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死亡。 这一系列事件让昆仑山死亡谷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,尽管调查小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 但始终无法给出一个令人幸福的解释,有人推测,这可能与死亡谷特殊的地磁场有关,但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。 1983年的事件之后,昆仑山,特别是死亡谷地区,成为了一个禁区,国家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控,严禁普通人擅自进入,同时也开展了一系列科学考察活动,希望能揭开昆仑山的神秘面纱。 近年来,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,人们对昆仑山的认识逐渐理性化,科学家们发现昆仑山地区独特的地质结构和气候条件。 可能是造成许多奇怪现象的原因,例如,死亡谷地区的强烈磁场,可能是由于地下富含某些特殊矿物质造成的,这种强磁场可能会影响人体的生理机能,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死亡。 而奇怪的天气现象,则可能是由于山区复杂的地形和气流造成的,同时,昆仑山也被证实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地区,这里生存着许多珍稀栋植物,其中一些甚至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些特殊的生物,可能就是一些神秘传说的来源。 尽管如此,昆仑山仍然保持着它的神秘感。 因为即便是在今天,我们对这个地区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,复杂的地形,恶劣的气候都为科学考察设置了重重障碍,而且,即便是在科学解释的背后仍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,比如,为什么有些地方会形成如此强烈的磁场,那些神秘消失的人们? 到底经历了什么?这些问题,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。 昆仑山的故事,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欲望,从古代的神话传说,到现代的科学考察,人们一直在试图揭开昆仑山的神秘面纱,这个过程,既是一场探索自然奥秘的旅程,也是一次深入了解人类自身的历程。 昆仑山,这个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山脉,从古至今一直吸引着人们的目光,它既是神话传说中的仙山,也是现实中的地理实体,从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。 到汉武帝时期的地理定位,再到1983年的离奇事件,昆仑山的故事展现了中国文化中神秘主义与理性探索的交织,尽管现代科学正在逐步揭开昆仑山的奥秘,但它仍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,继续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和探索欲望。 感谢观看